第一個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日期的問題 我剛剛提到 這個斜線 那怎麼樣解決日期的問題呢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當然你直覺想到 就是你可以用函數 那函數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當然 如果假設你是用函數的方法解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你直接在A欄的隔壁 B欄的地方按右鍵插入一欄 然後如果你要修正這個日期的話 你是做完就把它貼回去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等於 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把它當文字來看待 文字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中間要加斜線 所以雖然它的數字 假設我把它當文字來看的話 那我可以先取得前四個字 中間串一個斜線 再取得10等於好像第五、第六個字 然後再串一個斜線 再取得尾巴這兩個字 所以這邊可能會用到三個函數 一個是depth、一個是mid、一個是right 這樣中間串斜線應該OK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可以用文字類函數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那個什麼 left 這個文字裡面取四個字 就是得到2023 然後你可以再串 串的話end end一個斜線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一個斜線 前後加雙以後 然後再end end之後加一個中間 10怎麼取 那用mid 因為它不是left 也不是right 所以我們用mid mid的函數 然後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資料的第幾個字呢 應該是第五個字吧 取幾個字 取兩個字 取得10 OK 然後2023斜線10 然後end 再一個斜線 然後再end 再end right 最右邊的兩個字 所以再來的話 你用right OK 把right 直接 再取它兩個字 好 02 然後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標準的日期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把它向下填滿 OK 假如說你用這個資料的話呢 再來做圖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ok的 所以我們假設 如果先不把它刪掉 這原來的資料 假設我上面一樣加一個 除了格式 如果假設你用b1 一直到c的38 來畫圖的話 假設這個 這個範圍來畫圖 你不然插入折線圖 有沒有 這邊有個 含有資料 你會發現圖是正確的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是日期 下方日期嘛 然後呢 歪軸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匯率 那你可以看到 哇 這幾天有沒有 其實前幾天 就是昨天前天 其實這個匯率波動還蠻大的 你會發現原來是32.4 最高好像32.5吧 然後呢 最低大概跌到31.4 等於跌了一塊錢 那如果匯率算下來 等於快差不多應該跌了三點多% 等於是兩三天 如果假設你 比如說你台幣100萬 放在銀行轉換成美元 等於你一天 大概一個禮拜之內就少了3萬塊了 如果你是做投資的話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會看匯率的話 那感覺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埋很多美元 所以我那幾天我就覺得 我趕快想要把它賣掉 不然的話還得了 不過還好它已經反彈了 可是反彈又跌一點點 OK 當然啦 因為最近主要想要把它放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美元的利息實在太高了 那利息的話 都已經接近4%了 OK 可是台幣的那個定存的利息 才1.6 1.7而已 所以算下來的話 這好像還是可以cover的過去 不過還是要看長遠的 所以假如說我們要修正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這樣修正之後的話 那原來這一欄 我們乾脆把這一欄還是要蓋過去 這樣感覺比較不會混亂 也不要多一欄 所以那如果假設你要把你正確的貼過去的話 那記得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優標放B2 Ctrl向下 那你可以CtrlC 那記得你不要直接把它CtrlV 因為CtrlV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會變成REF 錯誤訊息 為什麼 因為你蓋過去之後的話 你原來公式 它就抓不到你剛剛日期的相關的資料 所以記得 你用它貼的話 記得用選擇性貼上 然後選擇性貼上 只有值就可以了 把它貼上值 OK 貼上值之後就把B欄給刪掉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發現 那如果你假設 好 那我們把它修正囉 所以再來畫圖應該就OK了 再來畫圖就是A1到B38 所以你一樣 A1到B38 確定一下這個畫圖 OK 可以啦 把它畫出來 那沒錯 那可是問題 我是希望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總共有那個匯率資料 總共有B到K 我算過好像大概10個欄位 那如果10個欄位 我希望每一個都幫我畫摺線圖 而且每一個都幫我畫摺線圖 並且放哪裡呢 放在最右邊好了 比如說我畫一個 我的想法是這樣啦 有10個欄位 那我就畫10個圖 那這個10個圖的話 我希望說你幫我把這個圖呢 直接就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這個地方 這個比如說第一個圖 就放M1好了 比如說放在M1最上面的地方 然後呢 我希望它是10欄寬 並且10列高 10欄好像我記得算到V吧 好像M到V就是10欄 那高的話我希望10列高 10列高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美元對新台幣放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再放什麼 放那個 人民幣有沒有 對新台幣 這個資料呢 幫我畫摺線圖 放在它的下方 那放下方的話 它的大小 可能就是要長得跟它一樣 只是說放在應該是M11的位置吧 然後寬跟高都一樣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日期試著修正看看 反正一定要修正 否則你後面畫圖一定會錯誤 OK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圖畫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當然呢 如果我假設要畫下一個 那是不是說我還要再把那個 日期選起來 然後再選人民幣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畫人民幣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 你不能直接選A1 然後直接選到C的38 Shift鍵按住 那如果你假設這樣選 你會選到美元 如果你選到美元的話 你們可以試試看 插入那個摺線圖的時候 會出現這種狀況 它會出現美元跟人民幣 一起在一個圖裡面 OK 那你說為什麼有高有低啊 因為人民幣大概是四點多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 等一下我跑掉了 然後美元的話是三十幾 所以你會發現它之間的那個 區間不同 所以有一個放上面一個放 那這個原因主要是因為你選的範圍 選錯了 你不能選到B 你一定要選A跟C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只能選A跟C的話 那可能選的方法要注意喔 第一個你要選A1 到下方 我建議你用Ctrl Shift向下 A1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記得喔 要避開B欄喔 所以呢 選完A欄之後的話 再按下Ctrl鍵 點下C1 OK 然後呢 記得要選到底 一樣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發現 這兩欄 才會 被分開選取 如果你假設啦 避開B欄之後 你在插入那個什麼 這個折線圖的話 你會發現人民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喔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要畫歐元的話 那當然我是希望說把這個圖 再幫我搬到這邊喔 搬到這邊 然後放到它的下方 然後一樣喔 10欄 然後幾列呢 10列高 10列的話是大概20吧 我記得20列喔 反正這樣比較好算 20列 20列就看這邊嘛 20列 那下一個就是歐元 那歐元的話呢 同樣的方法就是 一樣選A1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游標放D1 所以點一下喔 Ctrl鍵按住 再點D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這樣就OK了 避開B跟C 記得喔 選的方法要會啦 然後呢 再插入這個什麼 這一個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OK 然後再把歐元喔 放到它下方 可是你說老師 這有10個欄耶 對 你每天就做這事就好了 但問題浪費時間 所以呢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自動完成 自動完成喔 所謂的自動完成就是說 你根本不需要啦 你只要按個按鈕喔 剛剛這10個圖呢 就會自動放在你想放的位置上面 可是要怎麼做 OK 接下來的話 重點來了啦 你說老師 全部折線圖 我不會 不過你畫一個會不會 你先畫一個 美元折線圖你先做到之後 你再去思考其他的折線圖 如果其他折線圖也可以的話 那你可以想一下 他們之間的有沒有什麼不同的規 就是規則 你把規則想出來之後 那全部的折線圖呢 就可以繪製成功了 所以呢 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啦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做 剛剛這件事情 不過我們不用貪心 我們先 假設要繪製 美元折線圖的VBA程式 先把它寫出來 可是你說老師 我不會寫 你不會寫會錄吧 OK 所以如果你會 你會錄製聚集的話 其實你就會做出剛剛的 所以如果你要錄製 第一個是美元折線圖的話 很簡單 錄製聚集 那錄製聚集的部分 跟各位講 你只需要一個動作錄下來就好 什麼動作 就是插入這個 還有資料標記折線圖這一件事 你把它錄下來 那首先的話 你可能要先把範圍先選起來 所以我們先選A1到B的38 這個範圍你先選起來 然後再錄製 這個可能跟之前錄製有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要先選 因為先選的話 反正你如果再選的話 我覺得操作起來比較不順暢 好像先選起來再錄製 應該會簡單很多 所以第一個 請你先把範圍選好 第二個在高開發人員裡面 錄製聚集 然後名稱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美元 好 這樣喔 OK 所以待會兒按確定的時候 只需要錄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插入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就完工了 你說老師那可是問題 它的位置呢 它的寬跟高有沒有 沒關係 我記得好像我們前面有講過 我們再加位置 把它放到哪裡 有沒有然後在寬高 再設定就OK了啦 沒有那麼困難 按確定喔 好 你只要錄製什麼 插入 插入 含有資料的折線圖 就OK了 插入 有沒有 這邊找到這個 然後呢 這個折線圖部分 含有資料折線圖 好 就這個動作而已喔 其他不要做喔 不然的話會多一些不需要的程式 好 OK了完工了 完工之後的話請你再切到那個什麼 切到開發人員裡面 把它停止錄製就可以了 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 好 這個動作就OK了喔 然後這個先把它刪掉一下好了 好 刪掉之後你可以再把它執行 美元折線圖 有了 OK吧 那你說老師執行的時候位置不對啊 怎麼辦 你把它換一下 還記得吧 我記得我們之前有寫過 編輯的地方 你把它切到Visual Basic 就是這兩行 這兩行的話呢 主要是這個AddChart2這個方法 就是在這個sharp物件 sharp其實是一個畫圖的物件 它會先幫你增加一個畫圖的區域 繪圖區 然後再增加一個圖 什麼圖 就是折線圖 為什麼知道 因為後面有參數啦 這個就還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那我只需要先給它坐標 那你說坐標怎麼加 應該有印象吧 因為我要把它放M1 所以它有兩個池 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就是跟它講說 你要放在水平軸的檔格位置啊 那水平軸你就幫我放在M1的左邊這一條線 所以呢 M1的左邊那一條線的話 它的叙述方法就是先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M1這個儲存格 那我們用Range Range的話你就打一個M1 左邊那一條線呢 叫.laps 它有一個屬性叫.laps 它有一個屬性叫.laps 你直接打一個L它會出現 laps 指的就是 那個圖請你先放在左邊那一條線 對齊的位置 好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的垂直位置要在哪裡 垂直的位置喔 垂直的位置喔 就要在M1的上面這一條 上面這一條 上面這一條就是top 所以你就是Range M1 複製過來好了 直接點一個點 然後上面一個屬性叫top top的話呢 就是上面這一條線 所以如果假設你給這兩個參數加上去之後的話 那它就知道你的座標在哪裡啦 所以喔 記得喔 豆點M1.laps 豆點M1.top OK 那你加了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你執行它 執行 你會發現圖過來了 為什麼 因為坐標改變 好 不過呢 寬跟高不對啊 那寬跟高怎麼辦 沒關係 後面再加 豆點 再加寬度 那寬度就是 我希望它的寬度是 剛好是那個什麼 M1的10倍好了 M1 M1就一個儲存 我要10個藍 因為每一藍好像都一樣寬 所以記得在這個後面再加上豆點 然後呢 M1的寬度 寬度的話呢 有一個 屬性叫做.width 所以這邊有一個.width的屬性 這個 然後要10個藍寬 所以乘以10 乘10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10藍寬 那10列高的話呢 那一樣 一樣用M1 Range M1 它有一個屬性叫Hight 就這一個 H 其實你只要記H就好了 因為大概 這個選項應該也OK 不一定要 假設你背不起來的話 像我就點一下嘛 它有清單 你只要記得H開頭的 OK 然後Hight 然後乘上10 這樣就OK了 好 所以我們已經做完之後的話 加上四個參數 第一個是左邊這一條線 上面這一條線 點Top 然後再多寬 乘以10 Range M1乘以10 然後Range M1的高度乘上10 好了 那最後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就乖乖的幫我放在哪裡 放在我希望放的位置 M1有沒有 左邊這一條線 上面這一條線 當成起點 然後呢寬度的話呢 剛好就10個欄位 這樣應該沒有錯誤的話 應該是V欄才對 沒錯 V欄有沒有 因為每一個都一樣寬嘛 然後呢應該到第10列 對到第10列 對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喔 哇它畫得真整齊 整整齊 如果人來做的話 把它調這麼整齊也不容易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美元折線圖先錄製 OK 所以第一個喔 你先錄製美元折線圖 然後再編輯 編輯的話呢 記得增加四個參數就OK了 那加在哪裡 加在ADCH2的這個後面就好了 OK 試試看好了 然後這個應該在雲端白板上也有 雲端白板上面我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這邊吧 在下方這邊就有個美元折線圖 錄製美元第五頁 美元折線圖這邊